大家好 今天我不是来谈什么感悟的 而是想聊一下困惑 希望朋友们在看了节目之后 能够不吝啬自己的观点看法和立场 在我的视频下面留下您宝贵的评论 为我以及与我有相似纠结心态的人解惑 最近在罗胖60秒当中看到过一个段子 说有一位先生前些年戒烟忍受了巨大的痛苦 通过艰辛的努力终于戒烟成功了 于是他就把这事和一个朋友表白 不容易我把烟戒了 似乎想要听到朋友的赞誉 可是那位朋友却不以为然的说 戒烟有什么了不起 我本来就不抽烟 你费了那么大的劲 又付出了那么多的辛苦 还不适合我的原始状态 是一个样吗 就好像是在说 真正应该得到表扬的 应该是像我这样 从来没有吸过烟的人才对啊 如果换了是你 听到这样带着挖苦的回应 当时的心里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是应该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 还是应该为自己的挫败感到颓丧呢 类似的事情并不罕见 我本人呢 也有过相似的经历 七个月之前我决定把酒戒了 要知道 戒酒之前几乎每一天都有酒局的呀 所以啊 对于我来说呢 戒酒这个事啊 在别人眼里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尽管我并没有经历过什么不堪忍受的折磨 可每次到了饭局的时候啊 都会有人因为我至今滴酒未沾 而向我投影钦佩的目光啊 竖起大拇指明显是在说 牛真了不起 可是大家却几乎从来没有在酒桌上 听到有人赞美过那些从来没有喝过酒的人呢 你说这对那些滴酒不沾的人公平吗 这其实啊 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个道德难题啊 如果有两种人 一种呢是从来没有尝试过诱惑的人 另一种是尝试过诱惑 然后呢又克服了这个诱惑的人 到底谁是更道德的人呢 说白了 就是天然纯洁的人和浪子回头的人 到底谁更伟大 谁更应该受到尊重和赞誉呢 前一种人说呀 我们呢不杀人才应该成佛 而你们杀过人 凭什么放下屠刀也能立地成佛呀 不公平嘛 后一种人会说 你们没有经过真正的考验 不经过炼狱 凭什么就认定自己是真正纯洁的呢 没有道理嘛 你看 人类太多的道德问题 背后都存在着巨大的两难啊 就是啊 隐君子张学良 因为戒掉了大言 曾一度被世人传为佳话 似乎抽大言这事啊 让他变得更加光鲜 不但没有给他减分 反而呢 还为他贴了不少的词啊 这是不是一种怪现象啊 俗语中啊 也有一种观点 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女人呢不风骚 男人不想要 不管这样的观点是不是错位 是不是扭曲 我们都不得不承认 在人们的潜意识里 已经根深蒂固了呀 还有 在民间也有浪子回头金不换的说法吧 要知道 这里所谓的浪子 可是那些放浪不济 不务正业缺乏道德约束的二流子啊 一回头就改正了 怎么就比金子还珍贵了呢 真有些让那些一直都是谦谦君子的人 感到愤愤然不服气啊 不管你服气不服气 现实生活当中的确就有 风尘女子除凉之后 她的风头完全盖过贤良淑女的案例啊 大家都不会陌生小凤仙吧 她13岁就因为生活所迫而沦为妓女 说到小凤仙 我们一定会想到大名鼎鼎的蔡厄呀 蔡厄绝对算得上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大英雄 她正直智慧勇敢坚强 曾经评靠她的这些优秀品质以弱胜强 扭转了颓势 可就这样一个盖世的大英雄 却没有为了哪一个性情温良的贤熟女子而痴迷 反而是为一代铭记的小凤仙而倾倒啊 所有这些现象都在讲述一个道理 那就是回锅肉更有滋味 这一切不禁让人困惑 我们到底是该一开始就选择做正确的事 守规矩的人 还是先去误入歧途 坏掉规矩 然后再幡然悔悟改邪归正 做一个华丽的转身呢 真不知道浪子回头和一直坚守的人 哪一种更有魅力 更值得给人肯定和称赞呢 再一次恳请朋友们留下你的评论 告诉我你的想法 谢谢大家